嗨 大家好 我是艾斯赫 今天要来开箱就是我手上这个 Apple TV 4K 2022年的款式 给大家聊一聊这款最新的苹果电视盒子 到底值不值得购买 跟之前的机种比较 到底又有哪些升级呢? 最后是64GB跟128GB又要怎么选择呢?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首先我们先来开箱给大家看看 在这个盒子底部有一个一次性封条 3 2 1 登登 打开盒子之后 这个就是Apple TV 2022 年款的本体 那下面就是有一个遥控器 再往下呢有一条电源线 这个就是Apple TV 2022 年款的所有配件 先来看看Apple TV 2022 年款的外观 无论是上一代还是这一代 都是全黑机身的设计风格 顶部是磨砂处理 中心有个苹果的标志 四周是黑色的亮面处理 跟上一代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受惠升级A15仿生晶片 处理过程中降低消耗的功率 减少使用的时候产生的发热 所以苹果就干脆把原来的主动式散热风扇拿走 底部也直接删去了散热出风口 这一代是一个完全的全封闭机体 体积也比上一代变得更小 重量也变得更轻 拿起来的手感就会变得更好 正面也取消了原本的TV标志 取而代之的是单一个苹果logo 后面接口的部分 我这次购买的是128GB的版本 有独立的以派网路插孔 如果你选择购买64GB的版本是没有的 只能使用无线网路连接 再来是遥控器 这次是换成USB-C充电接口的Siri遥控器 现在苹果新发表产品线就只差iPhone不是USB-C的接口了 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应该就会统一了 这次的Apple TV也升级成2021年发表了A15仿生晶片 CPU的性能比上一代提升了50% GPU的性能则提升了30% 那实际的表现究竟是什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使用表现吧 好的 那我们首先打开串流媒体 不管是YouTube还是Netflix 它的整体流畅度都是非常好的 跟第一代的4K TV相比起来 我觉得是有蛮明显的进步的 这次的Apple TV也增加了HDR10 Plus的解码 由于我家里的电视没有支援HDR10 Plus 所以暂时没办法展示给大家看这个功能 把Apple TV接上电源 用HDMI线连接上电视后 再来连接WiFi 设定Apple ID 启用 你就进入了Apple TV的主页面 在你准备要用Apple TV观看影片之前 也不要忘记进入设定的页面中 根据你电视支援的规格 去调整到最合适的色彩 选择最好的分辨率跟刷新帧率 至于输出声音的部分 你也可以选择 连接到HomePod 或是HomePod mini组成立体声的效果 看电影还是蛮震撼的 你可以选择去下载Netflix或是Disney Plus 订阅会员收看4K内容 大多数的电影跟电视剧都有 收看起来非常方便 也可以去下载YouTube 看看一些有趣的影片 那除了追剧看影片之外呢 Apple TV的另外一个强大的功能就是游戏 那如果你有订阅Apple R10 你就可以在Apple TV上 透过游戏手柄的超过来玩一些游戏 Sony的PS手柄跟微软的Xbox手柄都有支援 那接下来说说购买建议 如果你没有追剧看电影看影集的话 那Apple TV基本上就不太适合你 但是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 手边也有其他苹果设备的联动 那么你的体验绝对是会很好的 至于64GB的版本跟128GB的版本 这两者又该怎么去做选择呢? 那外观其实就只差一个仪态网路接口 价格并不会差很多 只差500元 如果你是为了单纯追剧使用 那我觉得64GB的版本就很足够了 但是如果你想要玩游戏 或是使用智慧家庭物联网 那就直接上128GB的版本 容量大到你可以装一堆游戏 另外只有128GB的版本才支援 苹果智慧家庭物联网的Thread网络 那如果你家里已经有第二代4K TV 那其实是可以不用更换的 如果只是正常的看影片 你是察觉不到有任何的差异的 不管怎么样 Apple TV 2022年款 绝对是目前地表上最强的电视盒子 好了喔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希望今天的影片可以帮助到 想要购买Apple TV的人 我是莱斯赫 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 拜拜